有一些餅乾是NG的餅乾 你知道客人拿就會出問題的 你不應該準備給客人 除非他就是討厭那個客人 或他就想搞那個客人 其實我就是想看你出糗 所以我拿一個這麼大便的給你 餅乾的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準備了 大部分是英國牌子的餅乾 除了Lattus 對Lattus不是 然後像消化餅 這個不是Lattus不是 這比利時啊 比利時還是瑞士 瑞士 比利時我忘記了 OK 然後我可以拿吧 可以吧 幫你自己吃 這個是麥維塔的消化餅乾 然後以及麥維塔的燕麥餅乾 這樣他要不要給業配 對 他應該給我們都用了他那麼多個 對 好啊 那如果有燕麥餅乾拜託 麥維塔聽到了 麥維塔聽到了 我們很歡迎智慧舞 對 而且我們還有麥維塔的巧克力燕麥餅乾 而且很狠的拿了另外一個國產的跟他做品配 然後國產是哪一家 國產的是我們當然業配嗎 哈哈哈 是是那個 藝圈 對 藝圈 對 嗯 圈美 圈美 對 那 國產的發現大家吃了以後評價比較好的是 就是我們的麥維塔的巧克力消化餅 配茶認為覺得口感最好 最好 然後我們發現真的是外部的月料比較圓耶 藝美可能要加油一點 因為他們覺得 可是我自己吃起來我也覺得不一樣 他應該是說多了一點那種穀物的感覺 讓你覺得我可以來配茶 那藝美 藝美就是甜 甜到就是黏到手上都是巧克力 而且他的餅乾體就是他餅乾比較軟 我覺得 然後這個餅乾有比較 他沒有吃到澱粉的感覺 就是那種澱粉控會喜歡要有一些澱粉的口感來配茶 但是他都是巧克力的糖 對他只有巧克力的甜而已 比較可惜一點點 就是今天在幾個在挑的時候 那其實今天我們在準備這些餅乾的時候是有陷阱的 對不對 我們剛剛其實就說有陷阱 因為在英式的茶禮儀裡面我們那個手指大概是兩個指節吧 就是他畢竟是一個果腹的東西 然後你若是拿太大的 他就要在面前撥給你看 或是屑屑掉滿地 會不好看 醜太避露 所以今天我們就故意讓同學說 你來選 選選看 你要拿哪一個 結果有些拿大的開始吃 就開始嘴巴張很大 哇整個 我要不要示範一下 到時候大家都看到我嘴巴非常大 去吃 那你就發現這樣就不好看 然後或是撥去去到處都是 所以其實這個今天設定的就是一個 要挑挑餅乾 對 哪個餅乾才適合 通常像這種比較小的類型 這個王美手 對這個大小是可以的 然後以及像這種有點長條型的 這一類 對 或是比較經典的奶油酥餅的話 我們今天是有挑到圓形的這一款 但是其實更經典的造型是這種長條狀的 鬆鬆軟軟的那種柄 他有個經典牌子是蘇格蘭的那個紅色包裝的 寶貝國際有聽到好問 對我們有講到 買一家進了都知道了 一直Cue人家說 欸你是不是要演配 好那這些都是在下午茶裡面會出現到餅乾 那你會發現今天就是挑餅乾 是應該是一個茶主人 你在準備的時候要塞給這些人 要塞好的 就是有一些餅乾是NG的餅乾 對 你知道客人拿就會出問題的 你不應該準備給客人 除非他就是討厭那個客人 或他就想搞那個客人 其實我就是想看你出糗 所以我拿一個這麼大片的給你 或是他就是要讓客人挑戰一下 對那客人就是在吃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慎選說 哪一個東西我今天吃不會滿地都是 所以今天像是這幾個比較小的 都是我認為說今天他們有調對的 其實我覺得巧克力很挑戰 因為巧克力就扯到一個 你手碰到巧克力就融化 所以我今天吃會很困擾 但是就是需要今天的口部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沒有任何有興趣的 想聽的或是要噴我的 你就在下面留言 然後記得按讚小鈴鐺 然後幫我分享 在下面多留言幾次 恭喜你增加我的流量 然後流滿 謝謝你們上一次的流量非常多 那有興趣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你們想聽什麼 然後按讚訂閱 然後或是用贊助的方式 加入我們環境會員 不管是Podcast的還是Youtube的 請我們喝一杯珍珠奶茶 我是你們奶茶的成交室 胡公子涵義 以及 佩潔 佑琴 好我們下次見 謝謝 掰囉 掰掰 掰掰 掰掰